我们已经来到耶稣亚记的22章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习 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学习的内容 我们看到上帝用心的良苦 把立位人分散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属灵上来牧养他们 这是一个神要他的百姓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立位人 因为立位人是服侍上帝的 他们关心的是属灵的事情 所以立位人就有一些特别的任务 他要教导百姓神的立法 提醒他们逢香还有献祭 还有敬拜上帝等等的事情 所以神不只关心我们今天生活中 世上一切的生活 更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 因为神知道人属灵的生命 其实是决定他其他生活的素质 所以当你提高属灵的生命 你也提高其他生活方面的素质 所以因此立位人在他们当中 来教导关于上帝的立法 那立位人的服侍呢 是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 神称他们为万君之耶和华的使者 那么他们教导百姓分别 洁净跟不洁净之物 那么同时当百姓遇到纠纷的时候 为他们做判断 所以这些散击的立位人就像防腐计 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信仰 得以保存并延续下去 所以上帝是有恩典 当上帝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神仍然施予人恩典 上帝的儿女神也赐予他恩典 就好像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立位人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基督徒就好像立位人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 耶稣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 其实就是一个防腐跟照亮的工作 所以求主让我们像立位人这样子的 在这个世代来教导 来帮助别人分辨 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来指引他们走正切的路 那立位人的甘心服侍也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们有宣教士的精神 干净被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他们没有主聚集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支派 他们分散到每个地方去 这也是一个代价 做主的事工有时候 不一定照着我们的心愿 有时候神带我们到什么地方 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服侍 那我们也看到立位人在学习完全的信靠 他们自己没有产业 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这个信念是他们能够知道 他们不依靠地上的一切 他们乃是仰望天上的供应 这是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们 特别是我们全职服侍的人 应该有的信念 我们对上帝的仰望是百分之百的 是完全的信靠的 知道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 神也借着百姓来供应立位人的需要 所以另外一方面 他们要学习谦卑来接受百姓的供应 在他们当中服侍 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是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 神的仆人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借着牧养的时候 同时得到弟兄姐妹们的供应 这样子的一种互相的分享上帝的恩典 这是神做事的方法 一方面神要人忠诚 按照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另外一方面神也教导我们 怎样子的信靠他 仰望他的供应 那我们也在上个礼拜特别谈到 来到和尔这个信守诺言 那河东的两个支派 他们的忠诚 就是他们答应继续的支持 和西的征战 过后他们的确照着这个诺言而行 七年来他们跟自己的弟兄们征战 征战结束的时候 耶稣亚也理行他所承诺的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打发他们回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在他们回家的时候 给他们的祝福跟欠勉 那这里提到耶稣亚对他们说 只要切切地谨慎遵循 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诫命立法 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行他一切的道 守他的诫命 专靠他尽心尽心地侍奉他 那耶稣亚非常的像一个 像一个慈爱的母亲 跟一个离别的孩子 给他们尊尊地教导 要他们虽然人到了河东 但是他们的心事 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所以耶稣亚再三叮嘱两个半支派 第一 切切地遵行诫命跟立法 第二 爱耶和华上帝 第三 行他一切的道 第四 守他的诫命 第五 专靠他 第六 尽心尽心地侍奉他 我们说过了 就是教导他们怎样爱上帝 然后遵行上帝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明白圣经 遵行上帝的话的基础 我们遵行上帝的话 并不是因为 是上帝的话我们遵守 那是因为我们爱他 所以遵行他的话 耶稣也曾经说 人若爱我必遵行我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对上帝的话语 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一个姿态 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你一定要真正地知道 上帝爱你 你要体会上帝的爱你 你要真的看到 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大 在你的身上来激励你 那虽然耶稣要聊了几句话 来吩咐他们 但其实却是生命纪的精髓 整个生命纪其实所谈的 就是这六个要点 那全本的生命纪就是 摩西重申上帝的诫命的 最重的目的 也就是要他们最后能够 爱神爱人 尽心尽意地来侍奉他 那我们也从 在上个礼拜的课程里面 看到上帝的应许 一句都没有落空 那神的信实是经得起 时间时代跟人不忠心的考验 你看见神怎么样应许 阿波拉罕神将应许摩西 神将应许耶稣亚 每一件事情都什么都应验 虽然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 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时代都在改变 时间也不同 政治包括了人的不忠心 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 人虽然不忠心 神依然按照他的信实来成就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跟鼓励 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懂得怎样子的 来抓住上帝的应许 因为圣经说他一句都不落空 而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他怎么样应许 他就怎么成就 当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孩子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一个不可能有孩子的人 但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当神应许 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 摩西并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仍然能够使到法老的最后怎样 把这个答应让百姓离开 那神是特别使法老的心刚硬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法老的心也是刚硬 也看见上帝的能力是越大的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能成就 所以当摩西的时代过后了 耶稣亚起来 耶稣亚怎样带领这些百姓进到迦南地呢 那这块地对他们是陌生的 他们用了三十年 三十八年的漂流 那四十年的漂流 但是要进到一个新的地方 神应许耶稣亚 你最后他要怎样被神来高举 果然事情也就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成就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神是信实是可靠的 我们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我们周边的环境怎么改变 人事怎么改变 我们知道神是不变的 他的信实是何得的广大 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亚记二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河西支派 误解了河东支派在 越旦河建筑祭坛这件事情 那他们以为他们要背念上帝 要离去上帝的祭坛 于是就扬言要兴师问罪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 只能有一个敬拜的场所 他们不能够在这个敬拜的场所以外 在建祭坛 所以圣命纪十二章第五节 十三跟十四节 我们读一读 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你要谨慎 不可在你看中的各处现番祭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 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现番祭 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所以不可在你看中的各处现番祭 那何处的支派 他们想建立一个祭坛 但并不是为了要献祭 那是为了跟何夕的兄弟们认同 但是这件事情呢 其实神吩咐他们是不可以的 何夕的支派能记得这个命令 何处的两个支派 当然也不会忘记 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小心 结果造成什么 就造成了误解 所以发生了误解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出在他们之间没有的沟通 何处的支派以为这是善意的行动 别人必然也会认同 事先没有和其他的支派磋商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这样的经验 我们处置善意的行动 时常被人误解 以至把关系闹僵 甚至造成纷争 所以误会怎么形成 就是缺乏了沟通 这个沟通 这个告诉对方 你的心意 把事情说明是很重要的 那怎样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误会化解呢 其实就是沟通 沟通跟了解 所以因此当这个误解发生的时候 他们本来这些河西的支派 甚至聚集要去兴师问罪 甚至要去攻打他们的河通支派的时候 我们看到 耶稣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从13节14节我们读 那谁打发菲尼哈和首领去见两个半支派的人呢 我们知道只有耶稣亚 他有这个权柄 那我们看见整个事件 之前的经文说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四楼要上去攻打他们 那这是会众的反应 那会众常常都会有自然激烈的反应 但重要的不是会众的反应 重要的是首领怎么处理 那我们看到首领耶稣亚 不会如此的鲁莽行事 于是他派了菲尼哈和以色列 在河西的每个支派的首领 到激烈地去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要查明这个究竟 所以你看到这个代表团的规格之高 那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河西的每个支派的首领 加上菲尼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希望能够把问题解决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 这是他们按照上帝的性情来做事情 上帝的性情是圣洁的 但是上帝的性情也是爱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动召集征战 因为他们为了上帝的圣洁 但是另外一方面 派代表就斡旋 欠说是出于上帝的爱 这是我们常常行事的时候 要注意的两个方面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圣洁 但却没有爱 或者我们有爱却没有圣洁 我们在这两方面结合的时候 那就是上帝的性情 所以耶稣要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能够贸然地就去征战 那他们就派了菲尼哈 菲尼哈是谁呢 那他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在初埃及记六章二十五节说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 他给他生了菲尼哈 这个菲尼哈也是上帝所指定的 大祭司的接班人 所以他是非常适合负责这次的使命 那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他这个祭邪 为神有祭邪的心的这个称赞 这个美名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知道发生在 明书记二十五章 那这个事件 在明书记二十五章 十一到十二节 这里说 当以色列人在比尔 以摩亚女子行间龄的时候 菲尼哈拿枪刺杀西棉 一个宗族的领袖 因为他在慧州面前 以米店的女子行营 有话上帝说 菲尼哈有以我为祭邪为心 摩西将我平安的月赐给他 这也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就会永远当祭司 职任的缘 所以因此菲尼哈这个人 在他们的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举注轻重的人 所以耶稣要把他派出去 教会或者个人生活中 遇到历史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像 以色列会中那样的 鲁莽行事 做领袖的很多的时候 要在祷告中 寻求智慧聪明 来解决纷争 更要懂得知人善用 找一个菲尼哈来查明真相 将问题迅速地解决 这些很经常发生的 有些肢体之间 如果出现问题 也应该要如此如此地处理 那不是指在背后的 议论传话揣测 而是凭着爱心跟诚实 来了解沟通 寻求和睦 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心态 每次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寻求和睦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总要什么 寻求和睦 弱势能行 总要和睦 当然加上那个弱势能行 是有时候碰到不能行的时候 这个不能行就是 你愿意和睦 但对方不愿意和睦 那就不能行了 就不管你多么愿意和睦 对方如果不和睦的时候 他就交住了 所以因此求主 让我们看见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教会之间 彼此有误解的时候 都要什么 都要解决 我们知道 菲律比的教会 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但是你读菲律比书的时候 你也读到菲律比书 有两个姐妹 她们之间不合 那保罗怎么欠导 保罗说 你们当中要有人帮助他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两个人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的矛盾 两个人能够解决的时候 两个人要自己解决 两个人不能解决的时候 其他人要帮助他解决 这些有智慧的人 有爱心的人 有属灵 有属灵生命的人 要帮助他们解决 但无论如何 教会总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不解决问题 它就造成张力 而造成张力的结果 很多的时候 它就是个分争 分裂 这是求主让我们看见 其实历史不断地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有些问题解决了 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那关键很多时候 就在人的身上 所以菲尼哈就代表着 河西的支派 带领着河西的领袖 到河东去询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15 16我们读 他们到了激烈地 见流变人 迦达人 和马纳西半支派的人 对他们说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 你们今日转气 不跟从耶和华 干犯以色列的神 为自己住一座禅 悖逆了耶和华 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17节 从前拜彼尔的罪孽 还算小吗 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尽则罪 你们既不跟从耶和华吗 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 若闲不洁净 就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 就是耶和华的藏目所住之地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 也不可得罪我们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住坛 从前谢拉的真孙 亚干 岂不是在那当面的物上犯了罪 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 五度一人死亡 那菲尼亚他很准确地 把以色列会众的女律 一律告诉两个半支派的人 第一个一律 为什么要失智祝坛呢 你们为什么要自己住一座坛 你知道这是背逆神的 过犯的 这个犯的是什么罪呢 这罪是大的罪 因为神说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献祭 你们竟然要在河东的地方来住坛 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这是引用我们刚才读的 生命纪十二章第五节 还有第十三 第四四节 他们很清楚知道的条例 这是第一个仪利 第二个仪利是 如果显不洁净 你们所得到为业之地 若显不洁净 就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 就是耶和华的藏目所住之地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那这是惠众的揣测 以为两个支派 嫌河东之地不洁净 所以建堂献祭 要把污秽处尽 所以他说 如果你悬的地方不洁净 你们觉得住得不好 你们想要更洁净的地方 就搬回来吧 当你们搬回来的时候 我们愿意把中间的地业 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们说过了 河西支派 在菲尼哈出发前一致同意 宁可设弃自己部分的土地 让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搬到河西 要维持神百姓整体的见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解决问题有时候要付代价 解决问题 有时候你自己要牺牲 有时候你要让步 有时候你要自己付出 个人的这个代价 就好像他们要把地拿出来 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 他们要搬回来的时候 这个地是要分享的 所以许多的时候 不是单单用口解决问题 有时候实实在在的 用重价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当时候 他们所告诉 这个河东的弟兄的 所以为挽回弟兄而舍己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彼此相爱 基督怎样舍己爱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舍己的相爱 这些都是在整个圣经的教导里面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 我们不断地学习跟操念 费尼哈同时用百姓 两次的共同的经历 的失败的事情 来劝告河东的两个支派 不可悖逆上帝 这两件事情 第一 失败的第一件事情 是从前拜彼尔的罪念 百姓遭瘟疫死的 有两万四千人 因此上帝的百姓 如果不跟从耶和华 干犯以色列的神 必然会受到刑罚 彼尔的瘟疫 是因作菲尼哈除掉的 所以他很深深地体会 这个罪是何等的可怕 失败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亚亚干取的当灭之物 所以导致攻打爱城的败战 连累了三十六个人死亡 所以上帝的百姓中 少数人的犯罪 也会破坏整体的见证 连累的全体 所以这是贝尼哈 很诚恳地来告诉 河东的弟兄们 他在探查所有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21节 22节 我们回答 于是流遍人 迦德人 马纳西半支派的人 回答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 大能者神耶和华 大能者神耶和华 他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也必知道 我们若有悖虐的意识 或是干犯耶和华 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 两个半支派 联呼两次上帝的三个名字 大能者神耶和华 就表示非常震惊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要背念上帝 他没有这个意识 要背叛弟兄 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是用私意 来建立自己的祭坛 他们的本意是好的 所以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是知道的 神是知道的 我们就从这里知道 当然神知道 神知道人最内心的深处 你的动机 你的纯净不纯净 你的良善不良善 神当然都知道 但是除了神知道的话 你自己也知道 你处事为人如何 所以保罗说 我们的心存 什么 没有亏欠的良心 对神 对人存 无亏的良心 你当然自己也知道 但是你有时候 也要让别人知道 不能单单说 神知道就好了 如果什么事情 神知道就好了的话 那 有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做借口 来做许多 那其实是违背 上帝心意的事情 你要说 神知道 你知道 但有必要的时候 人也要什么 人要知道 但是如果有时候 真的人不知道 人误会了 人完全不知道你的 那没有关系 那就回到神知道 就够了 有些时候 很多事情 是没有办法 眼里能够说清楚的 有很多的事情 不是人能够 讲明白的 那我们当然就回到 上帝知道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 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都有一部分 是没有人知道的 神知道的 因为有些事情 你不需要让人家知道 有些人奉献 人不知道 但神知道 他的确 很忠心地在奉献 他也不要 让别人知道 有些人 他在服侍主的背后 上帝用他 做了许多的事情 其他的人 不知不觉的 但是他也 感心乐意地 这样服侍上帝 所以今天 我们在生活中 总是有某一些部分 是神知道 你知道 但人不知道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河东的弟兄说 上帝知道 我们的心意 是怎样子的 所以今天你被人 冤屈了 冤枉了 甚至毁谤了 你无从解释了 那你要知道 没有关系 因为上帝知道 所以河东的弟兄 也是这样子的 来回答说 上帝知道 不过他们也解释了 二十三节 为自己祝坛 要转气 不跟从耶和华 或是要 翻祭 数祭 平安祭 在坛上 愿耶和华 亲自 讨我们的罪 所以他说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有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愿意受罚 所以上帝曾经吩咐百姓 不可效法 迦南人 随处祝坛 献祭 只能到神选择 何处立他们的名为基所 来求问神 因此 河东的支派 不可施制祝坛 献祭 而应该到 河西的会幕 那里是献祭 所以这是整个的问题 所以他说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祝坛 要认同 要纪念 本意是好的 二十四节 他说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 是特意做的 说恐怕日后 你们的子孙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跟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四节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 是特意做的 这个言文是出于忧虑的缘故 原来他们担心 他们搬到河东去住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河西跟河东 渐渐什么 越来越陌生了 各一条河 是会越来越陌生的 因为可能也不能够 没有经常的来往 所以渐渐的 河西忘了河东 所以河东说 我们这一代会记得 但下一代怎么办 所以我们跟他们 有什么关系呢 河东跟河西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用筑坛 所以这两岸的问题 两岸关系的问题 所以他们盼望 不要被忘记 那么他们有这件事情 好 二十五节 因为耶和华 把越旦河定为我们 和你们在流遍人 家的人的交界 你们耶和华无分了 这样你们的子孙 就使我们的子孙 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 不如为自己住一座谈 不是为献番祭 也不是为献别的祭 乃是为你我中间 和你我后人中间 做证据 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 献番祭 平安祭 和别的祭司奉祂 免得你们的子孙 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以耶和华无分了 所以我们说 日后你们对我们 或对我们日后 或者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你们看我们的列祖 所住的谈 是耶和华谈的样式 这并不是为番祭 也不是为献别的祭 乃是为做 你我中间的证据 所以当古代的时候 他们建祭坛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山堆 然后上面有祭坛 所以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这个祭坛的样式 而且祭坛通常建在山丘 或者高山上的 所以这些都是 为了要做纪念的用途 我们29节30节我们再读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 藏幕前的坛以外 另住一座坛 为宪番祭 宿祭和别的祭 贝尼耶和华 今日转机不跟从祂 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祭司菲尼哈 于会中的首领 就是与他同来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听见流遍人 加德人 马那西人所说的话 就都以为美 祭司以利亚 撒着儿子菲尼哈 对流遍人 加德人 马那西人说 今天我们知道 耶和华 在我们中间 因为你们没有向他们 犯了这罪 现在你们救了 以色列人 脱离耶和华的手了 所以现在 菲尼哈弄清楚了 你看他的回答里面的话 他关心的是什么呢 菲尼哈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上帝 在地上见证的合一 合东跟合西的见证 所以他调查的结果 证明这是误会了 所以合西全会中什么 搞错了 但他们还是都以为美 这是一个属灵的判断力 属灵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可以让我们凡事察验 并持守善美的事 以夫所的教会 受到神的称赞 因为他曾试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而哥林多的教会 却没能实行公正的审判 也没能查出其中的不同 这让他们就受了责备 所以保罗在写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五节说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 这最小的事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所以像菲尼哈这样的审断 判断 审查 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教会有时候的误解误会 要有智慧的人起来 把这些给化解 像菲尼哈这样懂得判断 所以菲尼哈来到他们当中 听了他们的问题 解决了他们的问 就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三十二节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与众首领领了以流遍人家的人 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 到了以色列那里 便将这是回报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回去和西报告了 那菲尼哈的回答 之前当河东的弟兄讲说 我们并不是为这要献祭 我们并不是要背念耶和华 我们没有犯任何的罪 菲尼哈的回答表达了他的喜悦 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立了一座坛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向耶和华犯罪 因此就以色列民族 脱离了上帝的愤怒 这是他关心的 他们有没有犯罪 他关心的不是他们祝坛的问题 而是他有没有犯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重点 是非常的重要 他抓住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犯罪 没有背念神 就不会影响其他的百姓 所以当菲尼哈跟宋索林回去 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也正是这两个半字派 没有向神犯罪 才使得以色列人高兴 这是重点 所以没有犯罪 那么汇众 既然要根除邪恶的内战 已经避免了 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了打仗 凭着这个清晰的理解 以色列中的喜乐就表现 在他们敬拜中 所以化解后 他们就喜乐 33节一起读 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 就称颂神 不再提上去攻打 留遍人 家的人 毁坏他们所治之地了 以色列人就称颂神 因为他们避免了公开的抗争 跟武力的冲突 所有的误解的化解 都是值得感谢上帝的 因为可以减少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跟矛盾 34节 留遍人家的人 给坛起名叫正坛 意思说 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 耶和华是神 这里没有提到 这个正坛存留多长的时间 但是400多年之后 他们向神的见证 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是要表达 他们对神的忠诚 跟兄弟之间的联系 但是被人遗忘了 所以历代自上 五章25、26节就说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 那是400年后的北国 谁从那地自明的神行邪淫 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 所除灭的 故此以色列的神 祭动亚述王普勒 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 他们就把旅边人 迦德人 马拿西半自派的人 掳到哈拉 哈勃 哈拉与哥萨河边 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他们变成拜偶像了 本来的祭坛是为做正坛 现在但是渐渐的忘记了 这个正坛就变成拜偶像的地方 他们祝坛来献祭 那你再次看到世界上的人 都有美好的心愿 但没有能力执行他们美好的决意 人类的发展其实是向下的 因为远离了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人的堕落就撩乱了世人的一切计划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好意 但是你注意 好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没有能力执行这个好意 这个好意就渐渐的变味道了 就好像当时候他们做这个坛 这个坛要做见证 但是过了一些日子 这个坛就变成一个什么 拜偶像的地方 所以河东的两个支派 用心良苦的用正坛 要在我们中间证明 耶和华是神 其实他们当时候这么做 也是多余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已经吩咐一切的难丁 要一年三次朝见主 所以他们可以从河东回到耶路撒冷 跟他们的弟兄联合 神安置立位人分散在河东的支派中 以维持神的百姓 跟神跟人的合一 所以基本上神有这些帮助他们 他们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那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立法全备 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说 所以人如果觉得上帝的安排还不够 想在上帝的话语之外 在加添什么 就便是处于好意 也是无知而危险的 因为人所加添的 必会越来就越偏 越来就越偏了 那这样的情况 在中世纪的时候又发生了 正如中世纪的教会 想用画像圣物 来纪念基督和圣徒 结果就陷入了偶像的崇拜 那很多人来到中世纪 他们说画像 画像没有什么吗 我们不是拿来拜的吗 就好像如果你到东正教的礼拜堂 东正教的礼拜堂 充满了话 其实他们当时候是用心是 用意是好的 你如果到东正教的礼拜堂去参观 他屋顶上的话 他墙壁上的话都是福音故事 都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 最后结束在天堂跟地义的审判 那他们的目的就有一个就是 借着这些话一幅一幅地告诉人家 向人家讲解福音 那我们怎样值得在 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赎 这本来没什么的 但是渐渐渐渐的 人会忘记 所以就变成什么 偶像的崇拜 那圣物 本来是用了可能想要用来帮助人 但是渐渐渐渐渐的就掉进什么 掉进了偶像的崇拜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神跟人的关系 不能依靠人所见的谈来维持 只能依靠他自己的话语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用上帝的话语 虽然很抽象 我们还是用上帝的话语 我们没有用圣物 我们没有用这些实体的东西来帮助我们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我要祷告 但我很空洞 所以就拿一个十字架放在前面 看着十字架祷告 这原本无可厚非 但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他就变成一个什么 偶像的依靠了 这就是问题 人性的软弱 人如果里面没有上帝的话 外面的谈再高再大 也不能让人深发爱上帝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样的一件事情 看到它的危险 当真相大白 一场几乎要爆发的大战终于平息 但这件事情却充分暴露了 以色列支派所组成的联盟 是何等的脆弱的 这里是他们另外一个问题暴露出来 如果不是耶稣亚的智慧形势 领导跟善与用人 这个联盟随时有可能什么 分离破碎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耶稣亚死后 《诗诗》里 《诗诗》里面就提到 个人任意而行 正好印证了 他们之间的脆弱的关系 以色列人不信上帝 不要耶和华上帝 做他们的王 这是他们在迦南 不得安息的真正的原因 以后我们会在《诗诗》里面 再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一道耶旦河 把以色列人分割为 2000年的历史长河 把基督教分割成 许多宗派跟组织 本事同根深 相间和太极 所以今天的政坛在哪里 所以今天教会跟教会之间 要怎么样子的 在这样的事情上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 以佛书四章二到三节 我们读一读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借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义的心 愿以此和弟兄姐妹们共勉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欠勉 就是什么 借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义的心 好 我们就暂停休息 要不要用来 请不吝点赞